哈啰 大家好 我是米哥参与道频道 而且6月19号就是昨天 其实是政府已经宣布我们解封了 就是早在6月2号已经解封 可是那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解封的话 其实跟平时的就是 组算托施期间的话是一样的 就是会跟朋友聚餐啦 所以第二次解封的话 其实对我们比较有意义 可以跟四个其他朋友 就是最多五个人一桌 可以在外终于用餐 等了超久的 然后解封后的第一餐 我最想要吃的就是火锅 火锅的话就是要聚在一起吃才有意义 因为听说就是这段期间的话 其实就很多店家已经就是倒闭了 所以就不太清楚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这个商圈 看看这边店家做的怎么样 可是因为现在时间有点早 其实不太准确 知不知道就是 之后的人潮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之后要先去吃海底捞 现在还有一点早 所以我先喝一点咖啡 终于在外面用餐其实还挺开心的 如果在等数的当刻的话 尽量不要把那个口罩拿出来 等到要喝东西的时候才拿出我的口罩 终于可以呼吸了 就现在在外面的话 还是必须戴着口罩 就人员之间的话 其实还可以避免安全距离 其实人还挺多的 因为这个购物商场 其实是根本没有人的 看来大家都有点 就是迫不及待就想要出来 这样来介绍 这个就是亚昆了 因为我们其实主动做事的话是4月7号开始 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73天的话就不能在外面吃饭 好想念我的朋友 终于喝到热茶了 所以通常如果打包和外卖的话 其实饮料方面的话可能会变冷的 就没有那么的好喝 所以还是坐下来喝会比较好一些 亚昆之家的话其实是新加坡一个早餐店 它算是一家连锁店 我之前拍的影片当中有提到就是 第一家亚昆 所以这家都是有连锁店 连锁店的亚昆都是用白色杯为主 而那个第一家的话呢 它是以那种复服的杯式 所以有点差别 解封了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防范措施 也就是像进出任何的购物商场 或进出任何的公共场所的话 都必须扫描QR码 或扫了QR码之后呢 你就要填写自己的身份证 或者是护照号码 之后还有就是手机号码 这是方便追踪 有点麻烦是因为手机 如果被锁上了之后呢 你运都戴着口罩的话 就不能用你的面部来解锁 超期待 我超久没有遇到我朋友了 但想要低餐的话一定想到火锅 因为火锅是最好聚餐的一个地方 就很期待这一家 其实我们已经预定了10点半的海底捞 这一家海底捞会比较特别的是 它算是今年初开幕的 所以就在疫情前它就开幕了 因为在网上我已经爬文了 它在视觉上面的话 就跟其他的海底捞锁店会有点不一样 在音乐上还有视觉上都会有所改变 不说的话这还是一个全机械化 就是还有一些机器人会来跟你送餐 第二阶段的解封后 其实那个酱料的吧台是没有开的 火锅没有那个酱料吧台的话 感觉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另外一个特点呢 是可以自己配置自己的汤底 听说你可以选择少盐少辣 或是等等之类的一些选项 其实还挺好玩的吧 好开心哦 终于要吃火锅了 好久好久没吃火锅 而且就是这一家 这一家海底捞的话其实我没来过 这一家海底捞锅 这一家海底捞锅 谢谢 哈啰 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海底捞了 其实有点不同的感觉 因为真的很劲 因为这样期间不能在餐厅面播放音乐 所以真的很劲 就有点不适应 这听说的话 那边跟他的那个整个分率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除了视觉上的话 就是他也会在音乐上面的话 还是有点差别 可是 好可爱哦 看到那个机器人了 在等我配的当了呢 其实还没有点餐 所以等一下点了之后呢 就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机器人 咦 这上面也就还挺漂亮的 就有点像在海底公园里面用餐 没有注意到 所以第二次当的话 其实小料台是没有开放的 就是会有服务生就是帮我们拿一些酱料 因为在等朋友的当了呢 我连口罩都没有在写 因为他们好贴心哦 他们给我们预认一个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的话就给装我们的口罩 第二阶段的话 因为他们不会给热脑筋 所以他们给的就是这种一次性用的那种纸巾 我们开始吃饭了 我们开始吃饭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快吃饭了 去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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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感谢 而且我现在喝的那个是它的酸菜汤 哇 好厉害 好酸 超开胃的大家 我不知道是好喝还是因为太久没有喝热汤 哇 那种幸福的感觉 所以你们两个月是做什么东西 在家等你们 在家等你们 在家等我们 哇 哇 好甜点 不要走 影片就到了一个段落咯 喜欢这个影片就在下面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或者是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查看我的最新动态 好 下次见 拜拜